2012年,原在上海工作的羅永昌、范逸賢 返回家鄉台東池上賦予修耕地 致力於培育各式安心米糧 並以自然農耕法來打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不只促進再定農村經濟 更創造新的歷史革命 為什麼要回到這個原點呢? 那其實就跟我創辦原天然的意思是一樣 我希望說能夠回到我們的源頭 把這個耕紮 那扎紋了之後呢 我覺得以後我們才能夠發展得更更生而直茂 源源而流長 才能夠走得更遠 黑鮮米不只對環境好 對於人類飲食也是一個十分健康的食物 在2017年更獲得了ITQI風味絕佳二星獎 同時也促進了當地的農村經濟 我們回來呢一直思考說 我們如何做市場有競爭力 而且說能夠實質幫助到我們 我們社區跟我們農村的這樣一個部分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這樣一個 滿心的期待放在我們的原天 黑鮮米這個部分 這個品種的種子它非常適應這種 我們所謂的自然農法跟這樣一個 能夠與大自然環境融合一體這樣一個 作物的栽種方式呢 它對於我們農友來講的話 其實最擔心的就是收成不好 然後蟲害 然後還有我們那個病害的發生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收成 所以那也因為這個品種它非常的 它有這樣非常強壯的體魄 所以可以讓我們呢 減少我們這方面的損失 所以它對於我們的農村的經濟來講的話 其實是非常合適的一個作物 袁天然也與社區的阿姨們合作 他們平時在家裡做手工藝品 種植蔬菜 工作時就在工廠裡做米食包裝 只要老闆下一個指定 我們就要去把它打米啊 因為現在米啊 最好是用那個真空 真空包裝 看起來又美觀 然後食物的保存鮮度很好 羅永昌更注重的是環境生態保育 對他們來說 有良好的環境 是種植出健康稻米的原因之一 適合這片土壤 這片土地所耕種的品種 所以呢 我在試做的時候 我就可以更過濾到生態的保持 生態的維護 因為它本身有很強壯的體格 去對抗這些病蟲害 那所以我不施展化學藥劑的時候呢 周邊的生態跟昆蟲 或是一些什麼 或是一些食物鏈的這些呢 就會慢慢補全這個每一個環節 當補全這個每一個環節的時候呢 它就會達到一個平衡 那這個平衡呢 也能夠保證我的 作物的收成 那這就能夠達到一個 友善環境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狀態 一路走來並不容易 夫妻倆持續抱持著健康 且友善環境的理念 期望讓更多人看到遠天然吃上米 並改變現代人的飲食結構 並改變現代人的飲食結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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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